女清洁工偷偷叫一个窃听器 装在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 然后和小黑躲在角落里偷听 经过耐心等待 两人很快听到一只即将大涨的股票 可清洁势赌成性欠了一屁股债 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投资 她只好把希望积投在小黑身上 鉴于这是第一次投资 谨慎的小黑打算先买五股试试水 清洁故意打错数字买了50股 然后快速按下确定按钮 500英版可是小黑一个月的工资 清洁信誓旦旦的保证 如果亏了这笔钱算他的 小黑这下无话可说了 经过几天漫长的等待 金姐终于迎来一个好消息 股票上涨50% 两人直接大赚300英版 尝到甜头后 两人的胆子越来越大 打算下支股票全部缩哈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股票经纪人已经发现了不最近 他总感觉通风管道有异想 就在两人继续窃听时 维修工人走进他的办公室 在通风口发现了一个窃听器 这下可坏了 对于一家证券公司 泄露内部机密的后果可想而知 公司监管部门立刻赶到 决定对男人展开彻底调查 小黑害怕得要命 如果两人被发现 就要面临牢狱之灾 金姐一脸严肃地安慰他 我们只是小小的清洁工 根本不会有人怀疑的 但这也意味着 他们将再也得不到内部消息 不过金姐还是偷听到 有人要大资金 买入一家科技公司的股票 只要知道公司的名称就能下注 但小黑认为风险太高 他不愿再铤而走险 金姐也决定过了风头再说 接下来的日子里 金姐一边当清洁工 一边面试新的工作 可是他一没学历 二没技能 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谈何容易 就连简单的办公软件 他都一窍不通 几天下来 所有面试都以失败告终 信心受挫的金姐 决定来到赌场找回自信 结果将没股票赚的钱 输了个金光 可他不打算就此收手 而是将股票账户的钱 都取出来 结果再次输得一败涂地 第二天 小黑来到金姐家 兴奋地告诉他 自己看上一辆餐车 创业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 金姐无奈只好坦白 他的钱已经被自己输光了 小黑对金姐失望至极 气愤地直接摔门离开 两人的关系也彻底破裂 人一旦被逼到绝境 总会迸发出超乎常人的勇气 金姐再次把目光锁定在科技公司上 就算冒着坐牢的风险 他也要查出公司的名称 这次他能如愿以偿吗 我是龙猫 下集内容更精彩